刀带给人类的 绝大多数都是流血和杀戮 但人类用阴刀而得以繁衍生息 发展壮大 在刀家族中 腰刀是一种短柄格斗兵器 主要用于近身格斗 明星两朝的骑兵 即使用腰刀作为近身格斗兵器 笔者最近见到一柄青带腰刀 刀套用锤叠工一锤制出二龙细珠图案 图案精美 球龙红武有力 突出平面 立体感十足使得二龙维猛生动 刀把用类丝工艺 用银丝编织 握上去十分舒适 又雅致高标 此腰刀全长约一尺三寸 短小精悍 品相完整 以腰刀形状来看 它是在柳叶腰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其较为平直的刀身和刀柄 为腰刀提供了十分有力的砍杀能力 可以劈砍较厚的铠甲 同时也可以利用刺激来杀伤身穿铠甲 的敌人 十分珍贵 腰刀历史悠久 且不同的形状和称谓 都与当时的文化经济 特别是军事背景有关 从中可以体会到古代先民的雄武英豪之气 腰刀的记载最早建于卫书 但是这里所续集的腰刀与明清时期流行的腰刀还不一样 指的是整个东汉 魏晋 南北朝时期 中国所流行的一种被称为管手刀的配刀 而明清腰刀的历史演变源流 可以上推到盛唐年间 唐代绘画巨匠吴道子 在长安景人寺绘制的著名壁画地域变相图中 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管手刀的刀型 从画作上看 此刀利用绳索和刀鞘上的双吊而悬化于腰间 刀柄加上了刀缠 刀身已经由直变弯 同时 宽度也加大了 根据传世藏品观察 明清腰刀的装具 不与主人和社会流行的审美情绪相一致 这也是判断腰刀制造年代的根据之一 首先腰刀的刀缠多是正方形 圆形 椭圆形或刮形 不 分是平面体 部分带有小折颜 刀缠的质地有铜有铁 铜者多鉴 刀缠表面多有或钻刻或挫金 银等贵金属而成的各种图案 较为常见的是卷草 兰花 莲花 竹子等花草 刀码人物 胡萝 金钱 龙文等 少数特别高级的腰刀刀缠上的图案为漏刻 然后整体硫金 银等贵金属 极少数还嵌有宝石 与刀缠配套的刀手和刀鞘上的体量 鞘头 鞘头等 也多与刀缠在文式风格和质地上相类似 刀鞘多为结实的硬木制成 刀鞘或包经过打磨的鲨鱼皮 或修黑、红等颜色的大漆 刀饼多蝉丝、麻、粘绳以利手握 也有部分刀饼使用鲨鱼皮包裹 本文源自闽南日报留英杰文图版权声明 专载此文 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 若有来源标注错误 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 与本公众号联系05962595655 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 谢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